在社区的脏乱点时常会有堆积垃圾的情况发生 即使是贴出了警告还是有人会捋劝不听 常常会让里长是伤透了脑筋 不过在三重的福利里里长刘佩华 他就想出了一个好方法 将脏乱点进行彩绘 画上了可爱的猫咪图案 不但让警官是焕然一新 民众乱丢垃圾的情况也不再发生了 福利里内多了好几只可爱的彩绘猫咪 让经过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即使还在施工当中也要先来合影留念 福利里长刘佩华日前向区公所申请补助 进行巷弄美化 没想到里民的反应比预期的还要热烈 昨天看到彩绘师这样彩绘下去 那么多人马上停下脚步来拍照 而且骑机车很多人赶快停下来 我要拍照里长你帮我拍 然后那个屋主看到之后 哇 好开心啊 觉得他真的很有价值 其实在彩绘之前 这里原本是让里长头痛的脏乱点 没想到现在摇身一变 反而成为里内最有特色的新景点 很多人就把自己家里的一些 不要的一些用品都堆积在这里 那形成一个脏乱点 那我跟里长一直努力的在想办法说 如何让这个景观美丽漂亮以后 让大家不会再把家里不必要的东西来兑换在这里 猫咪彩绘场面位在三重区文化南路和符合接口 预计在6号当天就可以完成 届时欢迎民众来拍照欣赏 记者选就里面会三重采访报道 好 好